11月11号是中国空军成立74周年纪念日 日前空军结合实战化训练检验规模空运能力 指挥运20运9等多型运输机 组织完成大集群广域空运任务 在兵力规模 航程 空运时间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近日空军连续出动多家运20运9飞赴数十个机场 斜转 运投航空兵 地空导弹兵等多兵种部队 参加实战化训练 这次训练的规模空运 人员兵力多 区域范围广 机动范围远 投送规模大 时间要求紧 空军通过一体统筹 模块设计 区域集结 空地联动等方式组织实施 运20和运9机群降落在机场 装载加油后再次起飞 执行下一个斜转任务 指挥机构还根据战略战役运输机的特点和投送规模等因素 为运20 运9分别匹配相适应的兵力投送方案 确保整体速率效益最大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